周龍張 hair 由今年的七月初七 周龍中師報答 我現在 簡約說一下周龍中師的私訊 他要原名周林 後來改名周龍 年輕時間 根據叔父周浩 紅袁蓮芝 後來就跟蔡家庭名宿 蔡九東學習蔡家功夫 蔡家功夫不是蔡里佛 但我們和蔡里佛都是友好的同盟 到他十九歲的時間 就去了馬來西亞吉隆坡求生 求生 求生 但當地的流氓就很惡人 經常向中國移去的孤雷 古地的華人就勒訴保護費 周龍忠先生就看不過眼 第一次出手就打傷了他 之後就說他後來傳說死了 可能有病發症死 但那些流氓就勢力很大 周龍忠先生後來就走了 去拜西亞奔城那邊求生 機緣巧合就在奔城極樂寺 就拜了少林高僧 隱世高僧 宏一大師學北少林園 到學成之後就回中國 民國三年 李福文將軍就搞個回台想請福軍總教頭 當時廣東就有百億個拳師去杜領參加 分十族人就進行圖派 到最後尾就周龍忠先生 周龍忠先生 周龍忠先生 本金池兩個就給賽勤訴 最後周龍忠先生就拿了冠軍就做了福軍總教頭 之後就叫其他幾個兄弟 周彥 周標 周海 周田四位 四個兄弟就幫忙 一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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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福軍當教練 那很難各界都稱呼周龍忠師就叫做鐵腳周龍 我們四個師傅 四個忠師就從小開始學紅拳和蔡嘉賓 那不是說周龍忠師就忘記了北少林 因為四個弟弟都是熟習的紅拳和蔡嘉賓 所以就沒有用北少林下去 那用勇力令中能借力 臨機機內要關機 就是我們周龍忠先生 辭任福軍總教頭開門 創辦我們第一間鎮武堂的 我們周家的第一間院 由李福林將軍作隊的 他的參謀就提寫作為賀禮 而梅花雙刀呢 就是梅花代表當時的國花 雙刀就是廣東省的武功 所以我們周家就用梅花雙刀 那今天呢就是紀錄年周龍忠師的日子 他在1919年7月初七就去世 當時是29歲 但我們中國人呢 就死人之後就加3歲 所以有些人說他35歲 周家同學都用7月初七 每年的7月初七就做周龍忠師的紀念 回想我們周家五位忠師 民國初期呢 他說中國廣東創立周家權 成為領南一個新的國屬門派 至今已經差不多百年了 而中外周家至今呢 已經傳到去香港、澳門、台灣 南洋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 美國的加拿大、美國、歐洲有 德國、法國、意大利、波蘭 澳洲和非洲是南非 澳洲和非洲是南非 在世界裡面 這麼多個同盟呢 中國也有搞周龍公司倒彈 但就未必同話的日子 所以呢 好多謝今晚功能樂器 周龍紀念旦神呢 祝各位呢 今晚喝多杯 沒什麼送呢 其實喝多杯酒 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 今晚就是要通知華華上 師傅 周龍公司殺了 實際有 我記得這時候 你不記得這時候都不看嗎 我會 哈哈 你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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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請王天翔師傅向周龍祥司成位上鄉 一個 公請鄭省雲師傅向周龍祥司成位上鄉 麵酒就是給他喝點熱血 臨唱門國術體育會代表溫國強師傅代表 周協國術社向周榮中師臣委熱酒 周協國術體育會代表石家熱師傅欠酒 周協國術體育會代表石家熱酒 周協國術體育會代表石家熱酒 周協國術體育會代表賀華祥師傅欠酒 周協國術體育會代表賀華祥師傅欠酒 中外周家周田博述總會代表 林錦發師傅 熱酒 中外周家周田博述總會代表 鍾龍威師傅 熱酒 有請 南卡産 陸天童 西北童 東牠 西北童 南卡産 西古 西北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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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光州會門代表蕭培理師傅代表現酒 工資家科龐耀昶龍師公夫會代表 龍耀昶師傅 謝謝老師 美国代表 红头菜肥institution Mr. Jeff Gray 还有些瘦面方 我请Cecelia Springer 到台上喜酒 人家在变,我正在怒虑 根據以往的經驗,韋師叔都說我的粗口太厲害,所以基本上我拍的東西都要全部剪掉 他只需要我一段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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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多姓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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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現在 恭請黃天漢師傅帶領全體同門及嘉賓 向周龍宗師臣委 行三鞠躬禮 恭請黃天漢師傅到大堂主禮 請全體起立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禮成 請主禮人及各位嘉賓 開放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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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